Hello 大家好 我是何以建德 说了那么多期国产的普通啤酒 今天来一个特殊一点吧 国产的精亮啤酒 这款婴儿肥 高大师出的这款婴儿肥的IPA呢 我最早听说它的时候呢 应该是在2013年吧 当时高大师搞了一个什么活动 然后拿了一个比较重量级的奖 所以说就了解了 但是一直没有买到过 也没有喝过这款啤酒 今天我们就来品鉴一下这款 BABY IPA IPA的意思就是印度淡色艾尔 APA的意思呢 就是美式淡色艾尔 就这么个意思啊 然后产品名婴儿肥印度淡色艾尔啤酒 原料水大麦芽啤酒花酵母 它的酒精度5.2度 麦芽浓度不错 14.5度 瓶子还是挺好看的啊 一个小胖堆 中国年画上的那种小孩 就是这样漂亮的一个 年画上的一个抱着鱼的小娃娃 很不错 来吧 我们今天就来尝一尝这个国产的精亮啤酒 很细腻的泡沫啊 颜色也非常好看 嗯 有一股淡淡的这种花香的味道 嗯 泡沫还是很不错啊 然后酒铁的颜色还行 是这种精亮的颜色 虽然它呈现出了一个这种 我们习惯的叫琥珀色吧 来一口 入口来说 挺不错的 它的厚味有一点点苦 刚入到口腔里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特点不明确 但是后续的味道呢 还是比较不错的 要是非要挑它一个缺点的话呢 就是它的这个入口给你带来的冲击感不够 它不像德皮啊 不像一些这个比利时的修道院啤酒啊 就是你刚一入口的时候 刮在口腔中一股 这种很浓的啤酒味就能散开 让你瞬间感觉到 哎呦 这是喝得很不错的啤酒 但是这个啤酒它的特点体现在后面的味道上面 就是你能品到淡淡的这种焦香味 麦芽的焦香味 以及这个苦味在里面 还是很舒服的 这么一个感觉 总体来说 这款这个婴儿肥 还是很不错的 最近几期呢 我给大家陆续来推出一个国产精量的一个品鉴 其实在中国精量啤酒已经很普及了 甚至有很多小的家庭酿造的精量啤酒也不错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够喜欢我的视频 也能给我点一个关注 拜拜